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岸秘密大案为您揭秘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摩 敬请期待 1956年初下的一个夜晚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里 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正在屋里咿咿呀呀的拉着二胡 这个小伙子酷爱京剧 还是学校里的京剧社骨干 今年他正值高三 临近毕业的时候 北方昆曲院给他寄来了录取通知书 告诉他可以免试录学 然而 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天 北京工业学院也给他寄来了一份录取通知书 显然 这个小伙子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 他酷爱京剧艺术 但是他也喜欢攻克尤其是无线电 此时 拉着二胡的小伙子 紧锁眉头 他知道 也许今晚的选择 将会决定 他的一生 没错 小伙子最后的选择 最终造就了未来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一位日后被人们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的著名雷达专家 他就是王小摩 王小摩 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 新中国成立浅西 王小摩随父母移居到了北京 住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个大杂院里 出到北京 父母忙于生计 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伴王小摩 放学回家以后 王小摩和很多同龄的男孩子一样淘气 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 他曾和小伙伴们在胡同的路中间摆放几块砖头 然后躲到角落里 等着骑自行车的人从此路过后被绊倒 他们就会在角落里笑得前仰后合 少年十分贪玩的王小摩 学习并不算刻苦 不过他天资聪慧 每次在临近考试的时候 他便会集中突击 最后考试总能拿到一个还不错的成绩 大杂院的生活给了王小摩一个快乐而无忧无虑的童年 每到闲暇的时候 大杂院内就会有一些喜欢京剧的大爷们 三五一群 凳子一摆 吱吱压压地拉着胡琴 琴声悠扬 每到这个时候 王小摩便会私混其中 和大爷们一起凑热闹 时间长了 竟然也能哼上几段 耳濡目染之中 王小摩逐渐爱上了京剧 在高中时候 他还成为了学校京剧团的骨干 看到这张照片 相信大家一定无法想象 剧照中的这位轻衣 便是当时年仅16岁的王小摩 这是他在高中期间 演出三不愿意时候的剧照 您看看 这身段 这半下 估计没有人能和日后的预警机之父 联系在一起吧 然而 虽然酷爱京剧 可他没钱去戏院 经常听到 邻居家的收音机里 传出唱京剧的声音 咿咿呀呀的声音 让王小摩心里痒痒的不行啊 不过那会儿收音机 还不是普通人家买得起的 于是 王小摩就决定 我不如 自己 捣鼓个收音机出来吧 王小摩积攒了很长时间的早点钱和零用钱 去旧货市场 买了点矿石 还有 像是铜丝啊 旧耳机啊 还有铁丝等等的配件 回到家后 关起门 就是一通的捣鼓 内水平 高中时就能装三灯机 五灯超外插时收音机 那时候 有些邻居想省钱 就请王小摩 去组装收音机 或者收音机坏了 也请他去修 修完收音机 王小摩还能拿回来一点零花钱 或者一些小零件之类的 1956年 上拿索大学的抉择 王小摩最终 还是听从了家人的建议 进入了北京工业学院 无限电系 大学期间 王小摩的学习成绩并不拔尖 当时 同宿舍的同学 有一些全优的学生 成绩总是全无分 很多人为了珍惜上大学的机会 费寝忘食拼命学习 而王小摩却经常上晚自习 就溜出去 他的业余爱好很多 学习之余 他喜欢和笑摩托车队的 一帮运动员朋友 骑着摩托车到处疯跑 甚至还不忘自己的老本行 担任了学校京剧团团长 不过王小摩虽然喜欢玩 但对无限电的兴趣 却是丝毫不见 他喜欢弄清各种理论的原理 然而 他对记住无数以外国人名字 命名的公式 却是无比的头疼 尤其是到了高年级 上了无线电专业课 王小摩顿感如鱼得水 成绩很快名列前茅 毕业时 由他设计的雷达八目天线 还被评为了优秀毕业设计 多年后 当王小摩回忆起大学时光 他认为 自己后来当总设计师 也有这一段经历的功劳 搞科技工程跟唱戏一样 项目里有乐队 灯光 导演 演员 要把几百人团结起来 而演好一台戏 也是如此 1961年 大学毕业后的王小摩 被分配到了电子工业部 南京第十四研究所工作 此时新中国的雷达事业 才刚刚起步 早期的雷达 只能给出目标的距离和方位 两维坐标 不能给出高度 20世纪60年代开始 三坐标雷达 成为当时国际雷达技术研究的 前沿领域 南京十四所从上世纪 五十年代末期 就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 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 然而1960年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 苏联撤走了援助专家 1961年的一天 研究室主任找到王小摩 先是把厚厚的一袋资料 放在了王小摩的桌上 然后说 以后 你就负责做三坐标雷达吧 跟谁一起做 王小摩问 就你一个人先做吧 说完 主任 转身 就走吧 这袋资料 是苏联专家 走后留下的手稿 也是当时十四所里 仅有的 全部资料 读完了这些苏联资料之后 要想再找其他资料 就只能在各种英文的 国际学术书刊里找 然而 这意味着 一直学俄文的王小摩 必须从头 再学英文 于是 他翻着字典 边学英语 边找资料 两年后 王小摩 已经可以通读英语文章 并大量地吸收了 各国 关于三座标雷达的 研究成果 很快 王小摩 设计出一个 简化异形的方案 并获得了 国家批准 又过了两年 王小摩 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看到 有英国学者 独立提出了 和他完全一样的 理论方案 而这时 王小摩的设计图纸 已经完成 进入了 样机加工阶段 眼看着自己的 第一个科研成果 即将为是 王小摩心里 有说不出的兴奋 然而 此时 一直掉力 却让王小摩的研究 半途而废 1969年 王小摩接到 岛三县区的掉力 当时一大批 国家重要的钢铁 常规兵器 航空 航天 能源 电子 重型机械 发电设备 制造工业基地 向三线战略转移 不久 王小摩一行 八九百人 从南京前往贵州 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所 电子工业部 第38研究所 也就是今天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38研究所 第38所 位于贵州 前南自治州的 都云大平 是一块寺庙环山的盆地 其中有一块平地 第38所的研究员们 自己动手 在这块平地上 搭起了毛坯房 建起了厕所 食堂 并且自己上山打柴 没有菜 很多时候 需要拿辣椒和盐 当菜吃 一到冬天 贵州会下起冻雨 坑坑洼洼的山路上 总会摔伤一些人 然而条件虽然艰苦 但在王小摩看来 也有好处 这里是一个 静心搞科学研究的地方 什么都没有 天天以干活为乐 后来 它设计的三座标雷达 虽然交由他人 完成养机 但始终未能实现 工业生产 最后不了了之 而英国的三座标雷达 却于不久后 畅销于世界各地 甚至当时中国 也曾考虑购买 也就是从这时起 王小摩决定 再设计出一个 世界最先进的 三座标雷达 于是 由王小摩出任总设计师 带领着一批技术骨干 正式开始了 更难 更复杂 性能更优的 三座标雷达的 艰难攻关 长达七年的摸索 论证 研究 试验 王小摩率领团队设计的 三座标雷达 终于成型 然而 身处贵州的大山之中 很难看到飞机 他带着团队从贵阳到南宁 武汉 长沙等地 四处找飞机测试雷达性能 最后 他们来到北京寻求测试 本来信心满满的王小摩 却被当头拨了一盆凉水 被告知雷达指标不合格 他当时只觉得脑袋里 轰的一声 这个雷达是第三十八所数百人 奋斗了七年的第一个产品 如果失败了 不只是关系到他个人 更关乎着整个第三十八所的声誉 甚至存亡 王小摩心急如焚 马上回到山沟里 组织团队为雷达开始精心地会诊 他们陆续地挑出了十二条毛病 然后逐一解决 一切问题检查完毕 再拿到武汉找飞机试验 然而指标虽然有所正常 却还是时好时坏不稳定 多年后 当王小摩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 形容说自己跳长江的心都有了 然而 就在王小摩最为绝望的时候 一个偶然机会 他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根源 在与十二路接收机之间 存在相互干扰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雷达指标全部显示正常 1982年 这部雷达正式通过国家鉴定 意味着中国拥有了第一部自动化三座标雷达 实现了防控雷达从单一警戒功能 向精确指挥引导的跨越 使中国机身雷达技术 世界先进国家之力 1985年 该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6年 王小摩被任命为第38所所长 1987年 作为全国十四位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科学家之一 王小摩在北戴河 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接见 出路锋芒的王小摩 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跨越 然而 没等他兴奋多久 一则震惊全世界的新闻 让王小摩看到了他下一步 要攻克的目标 一架德国飞机陡然降落苏联红场 世界未知震惊 而作为雷达专家的王小摩 却在此次事件中看到了一个 当时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防空漏洞 蒸蒸誓言 中国预警机研发之路 从此走向自力更生 最后 王小摩向当时的国防部长 密向了军令状况 如果不成功 我会提振脑袋来建立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摩 两岸秘密档案 正在揭秘 1987年5月28日 19点30分 一名年仅19岁的德国汉堡汉空俱乐部 业余飞行爱好者 马蒂亚斯·鲁斯特 驾驶着租来的一架 塞斯纳C172飞机 经过长途飞行 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 安然地降落 一个毛头小子 一架轻型单引擎运动飞机 竟然穿越了当时被认为 无懈可击的苏联防空系统 重重警戒 落入无人之间 这条消息让全世界瞠目结舌 而作为雷达专家的王小摩 却在此次事件中 看到了一个 当时世界上普遍存在的 防空漏洞 早期雷达普遍存在着 低空盲区 红场事件的发生 虽然后来经过调查 完全由于一系列巧合促成 然而低空防御雷达 却迅速成为了 人们热议的焦点 有了研制三坐标雷达的经验 王小摩早就看到了 中低空雷达在防空上的需求 虽然他对三十八所的研制能力毫不怀疑 但一时苦余没有资金支持 在一次国际航展上 王小摩自制了一页之广告 推销他的中低空坚固雷达设想 当时全世界都在讨论低空雷达 然而王小摩独创的卖点 却是中低空坚固 这个想法很快便吸引到了国外的买家 有国家提出愿意以五千万人民币购买 那刚好国外相买 那么国外相买 那我们就领解一顿 那我卖到国外行不行 那就把广告打出去了 当王小摩兴高采烈地 带着订单回国的时候 别说样机 整个38所连中低空雷达的设计方案都没有 不过王小摩如同少年时 第一次组装收音机一般 对此信心十足 果然一年后 在王小摩的带领下 中国首作中低空雷达研制成功 并且他还带着这部雷达 参与了某国与美国的联合军演 然而初次亮相并非一帆风顺 一到那以后啊 也是很糟糕 今天出股掌 明天出股掌 那外国人看到我们也挺有意思的 看到我们人很可怜的 在那儿老羞 但是呢 我的性能好 一起演习 跟美国人对抗 那么我们跟那个主办国说清楚了 我们这个雷达的参数 不能告诉敌人命是模拟演习吗 结果呢 这个主办国想买我们东西很坏 把我们的参数告诉美国人了 美国人呢 就针对我们这个雷达来释放干扰 幸好王小摩和团队们 在设计的时候 充分考虑了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提高了这部雷达的抗干扰性能 在参加演习的各国雷达中 这部雷达的电子对抗能力 首屈一指 结果呢 没干扰掉我们 我们在这个里面 画面好得很 外面的东西 就是没有加那个干扰措施的 干扰的一塌互动 下来以后 他们太惊喜 惊喜 惊呆了 应该是这样 中国人搞的这个东西 没有反应 中低空兼顾雷达的成功研制 为王小摩再次赢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88年 凭借着国家拨款 和雷达出口正道的外汇 王小摩带领38所 签到安徽合肥 开始了崭新的征程 上世纪90年代 王小摩开始策划和主持 国产预警机的研发工作 最初因为资金的问题 所以决定对外合作 通过了多年艰辛的谈判 中国与外方签订合同 共同开发一架 发展性预警机 由王小摩担任中方的总设计师 然而此事却被美国暗中阻挠 2000年合作方迫于美国的压力 最终单方面取消了合作事宜 此次合作的结果 我们既没有拿到任何成品 也没有一张图纸 人们的心情都变得无比沉重 沉重之中还夹杂着愤怒和不甘 不合作了 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 就继续地应该再怎么做这个事情 因为已经合作了几年了 我觉得我们的技术也掌握了 因为我们也在同步地研制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呢 就是找着各种机会 向上面去汇报 我们能做 而且我们做了什么程度 我们做了什么 最后呢 这个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预警机就像空军的眼睛 是集情报探测 指挥控制 通信导航 电子对抗 信息传输于一体的 大型综合电子信息装备 是国土防空中增强低空 超低空预警探测 和空中指挥引导能力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提高 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关键环节 更是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和科技水平的标志性装备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 美国就开始研制预警机 前后花了20年的时间 才研制出了先进的E3型预警机 预警机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技术和工艺问题 但那个时代的中国温饱问题尚未解决 国防科研只能集中在少数战略性武器上 虽然预警机又延续了几年的科研攻关 但是关键性技术难题仍然难以突破 1979年预警机项目被迫终止 从此预警机成为了中国军工人的一个梦想 1982年 以色列同叙利亚空战两天 以色列击落叙利亚82架军机 却无一架损毁 这场全胜相当程度得益于他们有空中预警机的调度 20世纪90年代 在海湾战争等几场局部战争中 预警机进一步展现出了得天独厚的空中监视和跟踪能力 使少数拥有它的国家在战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与外方的合作终止之后 王小摩不甘心 主动请英与十几位老专家联名上书 要求自主研制中国的预警机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想法已经提出迎来的不是技术上的挑战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质疑 在讨论会上 有的专家提出直接买外国的预警机 但是王小摩距离力争 我们当然可以从国外买省时省力 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 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 我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了 最后 王小摩向当时的国防部长 逆下了军令状 如果不成功 我会提振脑袋来建议 当时我们讨论就是怎么办 你像王小摩院士 我记得他站起来很激动地讲 我们愿意拍 拍下脑袋来立军令状 只要我们下决心在国内做的话 我们一定拼命要拿下这个蒸汽机来 最终上级部门同意了王小摩的意见 决定自主研发空井2000 由于项目的特殊性 大家都把这项工程叫做一号工程 虽然决心已下 但所有人都明白 眼前的路并不好走 中国军工以前从来没有做过 这样大的电子系统工程 而国内当时各方面的配套技术还比较薄弱 甚至连测试手段都不具备 这口气要蒸出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个样机变成一个装备 那还是有很多这个复杂的事情要做的 空军总装可工委 当了这个第一号工程 拼命地干 所谓预警机 简单地说 其实就是把雷达系统搬到了飞机上 雷达如同人的眼睛一样 站得越高 看得越远 所以雷达往往架在高山顶上 如果还想看得更远更为机动 就要把雷达搬到飞机上 这便是通俗所说的预警机 早在20世纪70年代 中国就曾探索研制预警机空井一号 但是把雷达搬到飞机上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 雷达从地面向空中看 能反射电磁波的目标就是飞机等金属物体 而从空中向下看 那么地面上的汽车火车轮船甚至钢筋等等到处都会是反射波 因此由于关键核心技术未能解决 预警机的项目终于被搁置了下来 然而预警机的项目再次启动时 王小摩却提出了一个让人无法相信的想法 我们不但要自行设计研制预警机 而且还要研制出一款360度无死角 不间断扫描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 这个大胆的设想将决定这架预警机的性能 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研制成功 将超过美国最先进的E3C型预警机 在西北戈壁的试飞现场 夏日焦阳似火 漫天黄沙被烤得热气腾腾 预警机封闭的机舱内 温度达到了40多摄氏度 在里面工作就如同蒸桑拿一般 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 滴水成冰 即使裹着羊皮大衣也瑟瑟发抖 每次下机后耳朵都不停地轰鸣 两三小时听不清声音 而且预警机是非会有生命危险 年近七旬的王小摩 经常带着技术人员加班加点的苦干 一上机就是四个多小时 晚上经常加班到凌晨 这一工作就是整整两个多月 2006年 当预警机研制的最关键时刻 十年已经68岁高龄的王小摩 却遭到了一场意外的车祸 那我们就这个试飞去嘛 出车祸把腿给创断了 就做完手术以后呢 不要用拐吗 我就觉得这疼 一查 说你这是恶性的 明白 查出患恶性肿瘤后 王小摩着实难过了几天 不过笑容很快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她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做成了 该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 没什么遗憾了 她一边积极地配合化疗 一边坚持工作 就上班去 化疗的话 每天要大概八个小时 八点滴 那我就早上八点钟 到那上班 两点滴再回家 然而每当人们到医院去看望王小摩的时候 总能听到她与预警机设计师的讨论声 或是开心的笑声 幸运的是 由于发现早 王小摩的癌症很快就治愈了 恢复期间 她仍然每天上班 得空就去游泳和爬山 除了腿骨里加的钢板 使她走起路来不那么灵便外 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 尤其是她一张嘴说话 如同播音员一般中气十足的红亮嗓音 常让人很难和眼前这位白发稀疏的古兮老人 联系在一起 空警两千呼之欲出 是非能否成功 每个人都捏着一把汗 然而比飞行员更紧张的 是预警机的设计和制造为人 这家中国的蒸汽机 到底能不能蒸汽 所有人心里 都是沉甸甸的 老当义壮 冒蝶老人 却永远有一颗年轻的进去之心 她从小就喜欢学习新东西 到了工作后 自学计算机 互联网等等的新科技 如今虽然已经是八十高龄 王小摩还很喜欢上网 中国预警机之父王小摩 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 2003年 历经坎坷的空警两千预警机的安装工作 终于完成 并明确了首飞时间 承担试飞任务的 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 这是一次 前所未有的试飞 连经验丰富的试飞员 都觉得会有一些紧张 然而比飞行员更紧张的 是预警机的设计和制造人员 这架中国的蒸汽机 到底能不能蒸汽 所有人心里 都是沉甸甸的 我记得很清楚 当飞机这个滑翔起飞的时候 那个眼泪真是情不作禁忠 全都流下来 都看着那飞机上面 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忌妒 都陪着他度过了这么多的不眠之夜 终于把飞机给送我们掉 然而 一次试飞成功 并不意味着预警机最后的成功 预警机还必须经手恶劣的气象状况 和复杂的地理条件的考评 每次试飞后 技术人员都必须上机 对相关设备进行观测和记录 白天试飞结束以后 当晚就要分析数据研究改进措施 电子和航空两个系统的人员 形成了一种默契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这样的试飞频繁地进行 所有人都明白 每一次试飞 对于所有机上人员来说 犹如踩在生命的边缘 因为这个试飞 它不是一个完整状态 它是一个科研状态 因此有很多不可预测的东西是在那 因此它的风险是很大的 任何一种新的航空气上天 都担负着极高的风险 即使发达国家在试飞的过程中 击毁人亡的事故也屡见不鲜 在空警两千试飞的日子里 所有人都知道危险始终在伴随 2007年空警两千终于迎来了定型试飞 定型试飞圆满成功 此时距离正式立下只有七年的时间 对于中国自主研发的空警两千预警机 美国政府智能团詹姆斯敦基金会 曾评论说 中国采用相控阵雷达的空警两千 比美国的E3C整整领先一代 代差嘛 有代差 就等于你现在还拿着一个大哥大 我已经拿着这个智能手机了 那当然我要比你好得多了 但是你呢 现在就是 如果你再做一个 很可能就比我好 就是这种程度 你要现在再买 你不会再买个大哥大了 你肯定买一个更好的东西 英机长空 剑效仓球 十一时十分许 网场上空响起隆隆昏鸣声 2009年10月1日 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 有网小摩主导研制的空警两千预警机 作为领航机型 引领庞大鸡群 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 在地面的管理台上 头发花白的王小摩流泪了 中国一句成语 叫喜极而轻 这是我的感觉 出的很棒 出的 是甜水 我觉得觉得 哎呀 我们终于为国家做这些东西 我终于有这一天 这是相当于这一代 技术人员的梦想 我真的是热烈烈 我现在讲起来 我都是热烈烈 心理调定这个部分 真是颜色很难形容的 因为几乎每一个 这个神经的群体 说的话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承受的那种压力 和持续的那种 就是 有王小摩主导设计研发的 空警2000形预警机 是目前世界上看得最远 功能最多 系统集成最复杂的 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 而随着轻型预警机 空警200和出口型预警机的陆续问世 中国预警机体系 这个目标 你美国人要做的话 你也得看我的脸色 我做的什么样的 这个就叫国际领先 熟悉王小摩的人都知道 他有个绰号 叫 魔鬼 魔是他名字 魔的谐音 鬼 则是因为他天生的鬼点子特别多 而且他还特别爱笑 正是他乐观阳光的心态 从组装第一台收音机 到中国第一部三座标雷达 第一部中低空雷达 再到主导研制中国第一架预警机 在长达50多年的科研道路上 王小摩从不认为 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按他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很多点子都愿于多看 多学 才能处类旁托 他从小就喜欢学习新东西 到工作后 自学计算机 互联网等等的新科技 如今 虽然已经是八十高龄了 王小摩还很喜欢上网 对了 他还有一句名言 叫做人生 没有不可能 十年磨一剑 中国自主研制成功空井2000 空井200两型预警机 创造出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九个第一 突破了一百余项关键技术 累计获得重大专利近三十项 在众多关键技术指标上 甚至已经超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预警机主流机型 是世界上看得最远 功能最多 系统集成最复杂的 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在中国历次重大军事演习 以及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广州亚运会等重大活动安保中 空井2000 军以优异性能出色完成任务 并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 继美国 瑞典 以色列之后 第四个能够出口预警机的国家 现如今 王小摩仍是京剧煤派票友 京剧和二胡依然是他业余生活的寄托 六十多年的沉淀与积累 他依旧能把胡琴拉得如泣如素 王小摩院士所在的中国电科 被誉为中国军工电子国家队 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主力军 在中国电科为军工电子事业 不断突破国际封锁 探索自主创新道路的过程中 王小摩是技术创新方面 不折不扣的领军人 是预警机工程 名副其实的总设计师 上世纪九十年代 由于王小摩坚持立主 自主研制预警机 并亲自担任预警机总设计师 预警机研制工程总顾问 为我国预警机形成初步规模 进入国际先进水平 做出了重大贡献 被誉为中国预警机之父 作为中国著名雷达专家 预警机事业的开拓者和电机人 王小摩曾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一次 一等奖两次 并在2013年1月18日 荣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然而对于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件事 王小摩说 这是雷达行业的交往 让人们重新关注 这个看似风光不在 实则潜力很大的领域 同时也是中国军工行业的自豪 让更多人知道 这个一直默默奉献的军工团队 说明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我心甲买的 走三岸 甘我送一眼 我用我 我才帮有对 我不 plan 我 我才帮有好 我也要 我